公读《轮与圣券》第一册第458页 三才师兄慈悲主语 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期许 这样你才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完成它 但人总是带有惰性 容易懈怠自己 借着一个新的目标来砥礼自己 人要自我进修 就要实时多读圣贤书 来净化自己 如果你没有借着这些书经典来净化自己 你在这人生修道旅途上 很容易懈怠堕落 为什么每一次诸佛菩萨 都要来提醒你们多读书呢 这是要让你们跟圣贤的心多接近一些 你多读书才能让自己的心境更提升 每个人都要活在感恩之中 所以即使行善 行功了愿 这话是错不了的 希望你不要临时抱佛教 人要懂得为雨而筹谋 自助天才会助 所以修道半道都要靠自己努力去做 去行 去落实 难凭道计 慈悲如雨 一个人的心情愉悦 快乐 满足 是言语没有办法表达 万分之一的 所以道的味道到底有几分 因个人而体悟 所以行出来就不一样了 修行讲究功夫不是凑人脑 不是看外在的成绩 而是看心性内敛的功夫 我们不只道理要讲得好 我们的行进 心思 作为 都要表达到修行人的标准 如果你光会讲道理 却没有一点道德与品德 你的道理就不能射手人